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我家园 欢迎收看4月11号星期三的大台中新闻 台中捷运蓝线去年纳入中央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之后 预计今年中正式启动 进入实质设计阶段 初步规划捷运蓝线西起杀戮车站 行经台湾大道进入市区 将和捷运绿线在市政府站共战串联 全线总计21.3公里 未来海鲜的民众只要40分钟 就能抵达台中火车站 台中捷运蓝线自去年纳入中央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后 经过中央编列经费 预计今年中正式启动 进入实质设计阶段 全场总计21.3公里 共有15个站点 西起杀戮车站 一路行经台湾大道 只要40分钟就能到达台中火车站 每天我们预估的音量 可以承载大概23.06万人次 大概是我们现在优化工作专业到运量的三倍 整体的工程包括综合规划设计 到我们的工程的完成 开始正式营运 大概在12年的时间 整体的工程经费大概860亿 台湾大道上车水马龙宇文新路交汇处 更是南来北往的主要干道 未来这里还会是捷运蓝线跟绿线的市政府站 共站串联处 预计将是所有的捷运站点中 人潮跟运量最高的一站 那这一站非常的繁忙 也是台中重要的交叉路口 过去因为只有捷运绿线一条线 所以这条运量并没办法支撑 到等到捷运蓝线完工之后 这两个站就在这个地方共站 类似台北市的这个中校复兴站 那么捷运绿线是高架 捷运蓝线是地下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再打造这个地下街 从这个台湾大道文新路口 这个地方跟市政府会有地下街 交通局表示 优化公车专用道 目前一天1000车次 服务约7万人 一旦捷运蓝绿线完成 未来优化公车将作为 补足捷运各站点的接驳用途为主 让台中交通更往前一大步 记得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道